OK 大家好 各位小宝贝好 我是嘉惠老师 然后今天我们来上一下那个第五课的文法 我们会用比较快的速度上 那因为是录影的关系 所以如果各位有不懂的地方 其实还可以再重播 那老师录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那麻烦你翻开课本第86页 八十六页的地方 OK 好 那你先看到上面的部分 上面的地方请你跟着图片的顺序一起来念一次 那念的时候想一下它的中文是什么意思 OK OK ready go Last weekend Last weekend This Monday This Monday Three days ago Three days ago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oday Today 还有左边这个 Yesterday Yesterday 好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Last weekend 什么是weekend Weekend是周末 那last把它圈起来 last的意思是上一个 所以last weekend 上个周末 那请问上个周末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的时间 对 是过去 所以这一课都在讲过去 第二个 Last Monday 来list圈起来 list是这一个 那last Monday就是指这个礼拜一 那如果今天是礼拜三的话 那这个礼拜一应该也是过去式 那右边这一个 3 days ago Ago圈起来 Ago这个用法是指多久多久之前 所以前面帮我写一下一段时间 那前面一定是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接Ago 那表示多久多久以前 那当然也是过去式 好 麻烦你在这边写一段时间 3 days ago 三天之前 的意思 3 days ago OK 一段时间接Ago 这边写一个家 然后右边的地方 麻烦你打信号 来这里打信号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before的意思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OK 在什么什么之前 好 所以麻烦你在这里写之前 before的话先写之前 那yesterday是昨天 那昨天之前的那一天 昨天之前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就是昨天的昨天写上去前天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前天 那所以前天是比昨天更早一点 那一定也是过去式 today是今天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左边这里有个yesterday yesterday是昨天的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左下角的地方 OK 左下角这里有一个ago 那刚刚ago已经讲过了 一段时间接ago 表示多久以前 然后这边有一些 有四个例子 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a minute ago two days ago three months ago many years ago OK 那刚刚讲过ago 是不是指在一段时间之前 然后看一下中间的部分 last night last Sunday last April last time 那last是上一个 上一个晚上的就昨晚 last Sunday 上一个礼拜天 那就是上周日 last April 就是上个四月 那没有人会翻成上个四月 去年四月 last time 画线 time这里是指次数的意思 所以last time是指上一次 上一次 那最后我们看到最右边 右下角 yesterday morning yesterday afternoon yesterday evening yesterday 这个很好理解 昨天早上 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 但是yesterday evening 是昨天晚上 不过你也会听到有一个 昨天晚上 另外一个写法叫 last night 他就不是用yesterday 麻烦你写在他的下面 last night 那也是昨天晚上的意思 ok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意思